事實上臺灣從來沒有缺錢過 因為臺灣過去來講貿易都一直順差 但是他們有一個理由 就除了五缺之外 就是說那我要投資什麼 我不知道 這五年前都在問這個問題 那我們後來就想說 舊的這些代工模式 這個我們就廠商自己會去處理 但是新的投資機會 所以為什麼要推出這個五加二的這個產業 比較新的一些產業 那要推出來以後 包括物聯網的發展也好 或是新生計新藥也好 或者是智慧機械也好 那這些包括物聯網等等的一些情況 經過這兩三年 事實上他的產值都已經破照 那表示說大家看到的這個趨勢跟未來 等等一些情況 那所以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又佈局了 剛才講的這個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那更加碼等等一些情況 那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資訊跟5G的部分的佈局 那很清楚的就是未來的這個趨勢跟方向 數位轉型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半導體包括他的製程 或下一世代的怎麼樣去做布局 那政府也會投入一些資源 那除了企業界 他自己會從五奈米 三奈米到兩奈米 甚至於到一奈米之下 一奈米更接近的 甚至於還有一些化合物的這個半導體 因為很多的應用他必須要符合高壓或高溫的狀態 比如說低軌道 那那個就是要新的不單單只是silicon的材料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要佈局 那另外一個就是5G的部分 那5G我們這樣一步以後 過去來講的話 事實上我們落後給韓國 4G那個時代就落後了 但是5G世代他有更多的是這個垂直應用領域 比如說智慧工廠也好 智慧醫療 還有智慧交通等等一些情況 這些solution 臺灣很早從二零一六年就開始佈局了 那現在這個產值也創造出來 現在馬上可能有可能在疫情結束以後 就要大量的往外走跟出口 等等一些情況 那這個是大家看到的這個希望 所以我要投什麼 這個方向之後 你只要選擇的數位轉型 你就投下去 只要努力將來就有些機會 而且這幾年大家賺那麼多的錢 是可以撥出一些資源來投入這個部分 那現在當然又有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能源永續的問題 靜營的部分 新的能源的一些發展 可能未來現在比如說輕的能源 我隨便舉個例子 輕的能源也許十年之間 他還沒有辦法完全商轉 但是他確定了十年以後 他一定扮演重要角色 那你現在就要開始投資 這個Toyota或日本 已經把那個全部的力量都壓在這一塊 是 所以你現在就要開始做一些投資 等等一些情況 那這些投的部分 就可以讓這個我們投資的這個標的滾動 持續的發展下去 那我昨天去這個前幾天 整幾天去高雄 對 我想說一年多以前從來沒有人想過說台積電會去 會去高雄 當然也包括這個是高雄市這個陳市長 他努力的結果 但是也是因為對台積電來講的話 車用晶片的部分 可能未來在幾年你可能還是會缺 那最快的情況 他要找最快的產能把他發展起來 就在在地 因為我們臺灣配合的非常非常好 等等一些情況 那這種情況都會使得我們這個投資的機會產生一些增加 那也因為這樣事實上我剛才講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到我們現在這個投資金額佔GDP的比重會從創二十一年來的新考二十六點八 也就意思就是說我們在我們收入一百塊錢裡面 我們願意用多少錢去做投資來經營未來 那現在從過去的最低的情況之下二十一現在拉到二十六點八 這個是已經回到阿扁時代的之前 也就是說阿扁之前這個比例是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大家意願不高 那現在是逆轉又上來了 那這個表示說大家找到他可以的投資標的 也有那樣的意願 看好這個未來 你才會做這樣的事情 等等一些情況 所以這個趨勢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一個趨勢